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講的主題是 這些國家的名字英文該怎麼說 第三站我們來到了就是 地球的另外一邊 北美洲、中美洲還有南美洲 America 那其中中美洲對台灣有非常非常大的貢獻 因為在台灣的20個邦交國裡面 就有13個在這裡 怎麼都是一些我聽都沒有聽過的小國呢 對我也沒聽過 那地球轉台我們馬上回來走 OK 首先我們先把美洲拆成兩塊 分別是北美洲和南美洲 以巴拿馬作為分界點 北美洲的面積為2470萬平方公里 人口約為5億6千5百萬人 總共有23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還有25個有些你一輩子也不曾聽過的屬地 當然今天我要講的就只有這23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其他的25個屬地我只會挑幾個重要的獎 因為如果全獎的話 你大概會睡著 而且我怕我也會睡著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就是最北邊的加拿大 Canada 下面就是美國 USA 全名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堅合眾國 在下面就是跟美國只有一線之隔的 墨西哥 Mexico 接下來我們把鏡頭放大一點 來到墨西哥的旁邊 美國的下面 這邊這個島就是做雪茄很厲害的古巴 Cuba 它上面這個島就是巴哈馬群島 The Bahamas 它是一個國家喔 下面就是英屬開曼群島 Cayman Islands 隔壁就是很會跑步的亞馬加 Jamaica 右邊這邊就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的海地 Hidi 它是台灣的邦交國之一 海地到底有多窮呢 台灣的最低薪22k 在當地就可以算是土豪的等級了 這樣你應該懂了吧 海地的旁邊是專門生產棒球天才的 多明尼加共和國 Dominican Republic 也是台灣的邦交國喔 隔壁的小島就是美屬波多里各 Puerto Rico 那接下來我們把鏡頭往上拉一點 有看到右上方這個點嗎 這裡就是英屬百慕達群島 Bermuda 如果你把百慕達、波多里各和佛羅里達州南端 這三個點連起來的話 就是著名的百慕達三角洲 Bermuda Triangle 接下來我們把鏡頭往左移動 來到自然非常良好的中美洲 從上到下分別是 貝里斯 Belize 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 聽起來有點像髒話 再來是 薩爾瓦多 El Salvador 宏都拉斯 Honduras 還有 尼加拉瓜 以上這五個都是台灣的邦交國 如果你把這五個國家的平均薪水 全部加在一起 竟然還不到台灣的三分之二耶 所以你就明白為什麼他們會一直跟我們要錢了吧 因為台灣在他們眼中 就是個凱子 再來是 下面的 哥斯大里加 Costa Rica 還有連接中南美洲的 巴拿馬 Panama 那接下來呢 我們把鏡頭往右方移動 來到的是 什麼鬼東西啊 OK 放大一點 你一定不會相信 這裡竟然有高達七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耶 而且其中有三個都是 台灣的邦交國 我知道你不想聽 所以我這邊會講快一點 有 上到下分別是 台灣的邦交國之一 聖克里斯多福吉尼威斯 联邦 阿尼公里巴布達 聖路西亞 聖路西亞也是邦交國 聖文山 格雷拉丁 聖敏斯多福吉尼威斯也是邦交國 巴貝多 巴貝多斯 格雷拉拉 格雷拉拉 還有最後一個千里答案多巴克 Trinidad & Tobago 終於講完了 謝謝各位觀眾 接下來讓我們來到南美洲 面積總共1784萬平方公里 人口大約4億人 總共只有12個國家 和3個他國的屬地 我們先來看上面這邊 從左到右分別是 最會販毒的哥倫比亞 Columbia 厄瓜多 Ecredor 還有跟朋友聊天一定要喝的 秘魯 我是說秘魯 Peru 上面是 維內瑞拉 Venezuela Venezuela 旁邊是 龜亞娜 Guyana Guyana 蘇里南 Suriname 還有 法蜀Guyana French Guiana 下面是 南美洲最大的國家 也是世界第六大的 巴西 Brazil 旁邊是 波利維亞 Bolivia 接下來我們把鏡頭往下移動 看到的是 兩隻烏龜 一隻叫做 巴拉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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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是 阿根廷 Argentina 還有 世界最長的國家 智利 Chile 最後 我們把鏡頭 往回拉 左邊 這邊就是 南太平洋 最有名的復活島 Easter Island 不過有名的不是這座島 而是島上的這個東西 叫做 摩埃石像 整個島上竟然有 887個這種鬼東西 而且 這座島距離 最近的一塊大陸 智利 有3700多公里遠 到底是怎麼被運到這裡來的 沒有人知道 你也不想知道 以上 就是今天的美洲之旅 我們回國去吧 這次的個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 謝謝收看 想學習更多 有關於英文的地理嗎 記得要訂閱喔 橘肉的英文教室 我們下次見